部分 刚刚把颜色加 可是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不能用原来的 我们如果清除的话 它原来的资料会清掉 但是格式并没有清除 所以如果说要把格式清除掉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多一个叫乘积格式清除 做法当然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拿什么 拿刚刚写好的这一段程式 拿来做修改 有没有 层积多种颜色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底下 然后颜色 这个格式部分的话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格式清除 格式 所以这边的话 名称不能跟 之前面的一样 所以一定要改 如果你两个一样的话 它会出错 那再来的话怎么清 清除的部分 特别重要 你怎么加 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恢复 所以怎么恢复呢 第一个 资料没有 所以我们简单的方法 就把里面的变成没有 这个就没有A 那当然一样 BCD这边全都给清掉 那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意思是说把 资料清掉 那如果我要把它恢复成原来的呢 我看干脆先把ABCD先保留 我们先改下面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那意思就是说把它改回黑色 有没有 黑的话呢 特别重要 A原来是黑色 所以把它改黑的话 那RGB应该什么颜色 什么数字 应该什么 三个都0 就黑的 那白的呢 三个都恶物 就是白的 OK 类似像这样 马子芯给各位看一下 子芯黑的看看 有没有 恢复成黑的 好 所以A应该没问题 那B的话是把底色拿掉 底色拿掉的话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 把底色变回白的不就好了 对 2525 这样子 底色变成白的 白的话25 白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他当然已经把底色恢复成 原来的颜色啦 可是其实原来颜色 虽然你给他白的 但实际上好像有点不太精确 为什么 因为 他那个 参考线不见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 他其实如果你要把他拿掉的话 基本上 这个部分你用白的 他会变成说 他有 就是把那个白的 参考线也给盖掉 所以理论上应该比较正确是变成没有颜色 那没有颜色的话 特别注意 没有是num 那在eSale里面会多需要有一个参数叫xl eSale eSale的缩写 xl 后面加个num 没有颜色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我要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样有没有 就恢复了 特别注意 xl 其实 本来我是跟同学讲说 用那个2525 就是白色 不过 它会不会影响 其实也不会 因为列印的时候 那个参考线一样不会列印出来 可是就是视觉上会感觉 好像就差一点点 这样子没有颜色 最后把这个框线拿掉的话 框线拿掉的话 你想说框线拿掉是不是也跟刚刚道理一样 没有颜色 colour 如法泡适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 已经 把框线给去掉了 可是 当然你不直接看 或者说你眼睛有色盲的话 应该看不出来 有没有 其实有颜色的 但如果你有色盲的话 其实看不出来 有没有 还是灰的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 因为我之前本来是这样 我是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后来我觉得还是差异了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colour 我看了官方的说明 应该是colour index 它是所影子 要变成没有 很奇怪 很多说 我想说为什么不把它变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要变没有颜色 你要用colour加一个index 变成没有 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 才会是完全没有颜色 有没有发现 所以特别注意 colour index 等于没有 或者是另外好像有一个方法 叫lifestyle lifestyle等于没有 好像也可以 这个可能要再查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按F1 其实里面都有答案 F1里面 最后把这个d改成没有出体的话 那就是什么 把这边true改成什么 False False 这样的话就没有颜色 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 全部的格式就又恢复了 恢复之后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字 全部都把它delete掉 这样的话 连里面的资料 也就全部清除掉 OK 不过 其实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这个方法是一个一个清 那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方法 有没有办法用range 这些我把它注解 注解在前面加单以后 留下来 因为我现在如果把它删掉 换别的写法的话 那我没有旧的参考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如果你要把这边 变成参考的话 以前是这样写 就是每一个前面加单以后 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行 怎么比较快 其实叫这个方法 1.你可以用上面的工具列 上面按右键 2.它里面有个工具叫编辑 编辑工具列把它往上放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使成事变为注解 有没有 那这个功能是怎样 1.请你把你要注解的范围先选取 2.按下它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注解 OK 这招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要恢复呢 很简单嘛 选起来 上面不是有恢复 复原 使注解还原为成事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有很多种写法 因为我是建议 如果你有一种写法 写完你可以再试试看 有没有第二种写法 第三种写法 如果你不想要把旧的删掉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 注解一下 那当然第二种写法 其实你 我讲过嘛 你可以用range range哪个范围 双引号 H2 到H7 H7 那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 它要全部删了 删除 里面除了说 它有那个资料跟格式 如果两个都要清的话 就clear就可以了 CL Clear Clear指的是清除全部 两个都清掉了 所以我这边把它执行 刚刚的 clear的话一行 就是清除全部 恢复了 你想说 这样简单多了 你看这边写一堆 这边只要写 一行 OK 不过 clear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所有东西都clear 也就是如果你本身有框线的话 它也会全部清空 它原来的框线也会去掉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本来 就是那个范围 什么格式都没有的话 那可以用 可是如果有的话 你可能要用刚刚的方法 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还会再多讲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那个框线的绘制 因为之前有同学学完这些之后 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到工作里面 然后也把报表很快做完了 可是他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列印之前要画框线 然后他希望说 老师我希望画个框线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我变成我要手动的 他希望怎么样呢 其他框线 然后他希望画个红色的框线 外框跟内框 应该是用绿色的这个 这个好了 按一下 按确定 他想说 老师那我每次都要自己再手动一次 我觉得好像没有成就感 可不可以一次就全部帮我 这些全部串在一起 连框线也画好 那可是问你框线怎么画 他就说他Google找漫天 真的找不到有在教如何绘制框线的 他问我说 框线怎么画上去 第一个 其实会不会很简单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 只要一行程式就搞定 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 光录制出来的框线绘制 哇程式至少我印象中好像是10行20行 哇一大堆 第二个功能怎么清除框线 OK 画上去吗 清除 怎么画上去怎么清除 两行程式 那最后他会画之后 他说老师可是我工作上有个需求 我希望画 但是我希望有两条线要变双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 因为他是蓝跟列 蓝跟列的名称 我要把它区隔 上面是蓝名 左边也是蓝名 中间这个是里面的资料 我把它画开来 所以我希望这两条线变成双线 那要怎么做 你会发现 按下去 这两条线就变成双线 OK 那怎么会是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先把清除格式部分先完成 像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清除格式 他就连框线都帮你清掉 因为clear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用刚刚那个方法 刚刚哪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这个就可以注解 换这边注解 两边切了 那你会发现执行 我先执行输出好了 这OK 清掉格式的话 刚刚clear会把框线都拿掉 但是这里的话 就不会了 不过 这边还是会缺一角 为什么 因为c 会什么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除非说这边可能他再加一个 把这边补上 不然的话还是会缺一点 这至少不会像clear是全部清的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格式清除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最后如何画 绘制框线 框线的话就是 有整个框线 还有清除框线 还有两条线 比较特殊把它画上去 如果这些格式你都会的话 以后的话其实就可以很快的把一层一整个动作呢 全部都写成一支程式 你只要按一个按钮 那这些事情全部都做完了 也就是刚刚所做的很多个按钮 其实全部可以串在 串起来变成一个按钮 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绘制框线 我先来看